平時我經常帶大家到處打咳 完全沒有顧好這個女人天生第二個位 所以我今次就跟大家來這個內港區 邊飲邊吃 GO 第一站當然是找個地方去感受一下文青氣息 而這間文藝門就適合了 這裡除了有文藏精品和閱讀空間之外 講到休閒又怎少得壓一杯咖啡提神呢 對著這麼chill的環境又怎可以不景相 這次就教你用有景深功能的APP拍照 可以隨意調較光圈製造自己想要的效果 出來的照片更像相機拍的那樣 好 下一站我們就來到經典紅白的 澳門可樂博物館 嘩 你看門口的可樂多具影 門口還設置張床椅給你拍照 裡面還有一隻吉祥物站在這裡歡迎你 店裡面買滿很多可樂造型的產品給你尋寶 好 很多限定的可樂包裝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還有這個可樂牆 吸精指數極高 可以選擇透過玻璃紫石出來的自然光 拍出來不用美顏都這麼漂亮 唉 拍照都拍到累了 不如現在就讓我帶大家去吃一些超人性的小吃吧 這間鐵餅來到門口就聞到很棒的蛋香味 這麼多選擇選擇什麼好呢 嗯 就這個啦 有愛趣樂園的手爪餅 還有這個多重岩漿芝士飛碟 還有怎麼少他們的招牌雞蛋仔 你看看 粒粒都充滿著鹹蛋餡料 這個飛碟的芝士多到體積都流口水 如果拍照對焦錯了主體不要緊 後期編輯功能可以讓你選擇想要的主體重新對焦 收藏一個吃貨 美食當前就先去手機吃 還不忍死你們這群人 喂呀 還吃 快點去下一間啦 最後還有一個你猜不到的地方 現在時間剛剛好 快點跟上來 就是十六浦的海豐餐廳 嘩 自助餐廳有好多海鮮 我不客氣啦 還有熟食也不差的 馬上教你必勝阿拉擺點TopShot 就是把食物放在畫面中間 形成置中構圖 這次還不爆Like 嘩 你看餐廳外面的平台 對著這麼漂亮的黃昏 真是好捨意呀 還可以利用夕陽玩少少創意 例如將夕陽放在杯裏面 樓下大堂還有一個你意想不到的打卡位 來 1 2 3 笑 拍出來的光點還可以利用M的功能 改變自己想要的圖案 是不是很有趣呢 想收到十六浦最新資訊 還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 快點APP我們啦